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价值7.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创下历史新高 这笔钱要是单拎出来按GDP算的话 放到世界上妥妥也能排进前三了 超越德日仅次于美中 而且这个天亮般的数字 还是美国在短短一个季度的时间里创造出来的 美联储这波都不能说是放水了 称之为泄洪更合适点 而且还是圣经里头记载的那种面世级别的大洪水 这么多美债发出来了 美国总得找一些个国际上的大买家来接盘吧 不然你光靠嘎散户的韭菜能嘎多少啊 那么谁是美债在过去近20年最重量级的买家呢 没错 答案就是那个位于世界东方的神秘大国 印度的北方邻国中国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 所以连我在内 月出耶伦来华那会儿我们都在琢磨 不知道老太太这会儿又要用什么话术来宽我们买美债了 可结果呢直到最后老太太都呈专机飞回华盛顿了 我也没能透过任何公开渠道打探到任何有关我们增持美债的消息 现在一晃眼三个星期过去了 我对于耶伦这次访华之行的印象已经非常模糊了 只是依稀记得他来华期间在瑞京两地的两顿饭 一顿是在广州桃桃居吃的粤菜 另一顿则是在北京老川办餐厅吃的川菜 而且他在桃桃居吃的还都是些颇具广东特色的地道美食 比如擦销啊 胆杂呢 坟拳啊 哦哦不对 啊 拳坟 也不知道是谁给耶伦安排的这顿接风宴 但不得不说这个人是懂吃的 这些粤菜还真是挺符合我对耶伦这个人在涉华议题上的一贯姿态的 菜如其人呢 什么人就吃什么菜 你们问我为什么耶伦这都离华三周多了 我才想起他来 还不是因为我最近在上网的时候刷到了两条新闻吗 一条是官网转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说是根据美国财政部 在当地时间4月17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 今年2月日本美债持仓环比增加了164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188亿元 创下过去18个月以来的新高 在美债的十大海外持有者中居首 这也是日本连续第5个月增持美债了 相比之下中国的美债持仓则减少了227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644亿元 而且是连降两月 这使得我国目前持有的美债 创下了过去近15年来的新低 上一次持仓这么少 那还得追溯到2009年 报道提到截至今年2月 中国大陆共持有美债7750亿美元 而日本则是1.1679万亿美元 和很多人的固有认知不同 现在的中国早就不是美债的最大海外持有国了 我们将这把头号交易 善让给日本已经有些时日了 自2022年4月以来 我们的美债持仓就没高过1万亿美元 不知道回去华盛顿数值的耶伦 在打开华尔街日报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 脸上会是什么表情 反正我的话 我是几乎立刻就想到了 《九二加油喜事》里 周星驰的那个明表情报 二 中国减持的美债不会消失 只是从美钞转化成了黄金 钱这个东西就和物质一样 它是不会凭空消灭的 只不过是从一种形态 转变成了另一种形态 在过去两年来 虽然我们美债买的少了 甚至可以说卖出的比买进的更多 但是我们的黄金却买的更多了 据美国彭博社报道 受不断恶化的地缘政治局势 比如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的影响 再加上美元利率日后可能要走低的前景 黄金成为了眼下很多国际买家避险投资的首选之选 而在为数众多购置黄金现货的国际买家之中 又以那位传说中的东方大国的来头最大 没错 我这回指的还是印度的北边邻国中国 按照彭博社的说法 在过去两年来 我国一共从海外吃进了总量超过2800吨的各种黄金制品 包括但不限于黄金首饰金砖和金币等 这一数字超过了同期全球黄金交易市场上 其他买家吃进的贵重金属的总量 差不多相当于美联储现有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在大量吃进海外黄金制品的同时 我们还在大力开采本国的黄金矿藏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黄金产量最大的国家 年黄金出产量大约能占到全球总产量的11% 约为年均360吨到380吨左右 紧随我们其后的世界第二大黄金生产国则是俄罗斯 俄罗斯的年均黄金出产量约为330吨 其中的三分之二都会被俄罗斯内部消化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还是俄罗斯黄金的最大买家 特别在2022年的俄乌之战开打之后 2023年2月 美国大西洋学会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 自俄乌之战爆发以来 俄罗斯对华黄金出口同比暴涨了67% 而且因为受美西方制裁等缘故 俄罗斯很难将其每年产出的大量剩余黄金 再卖给传统的欧洲买家 所以这些遭西方人嫌弃的俄罗斯黄金 最后很多都便宜了中国 不仅如此 文章还提到为了说服中国买家接盘 俄罗斯甚至一度还向我们开出了高达30%的折扣价 在种种因素的刺激下 从2022年2月到2023年2月 我国共吃尽了225吨黄金 这个数字大约占据全球同期黄金交易总量的五分之一 也是自1977年以来 我国吃尽黄金最多的一个年份 彭博社提到 在这场中国人大量吃尽国际黄金现货的扫货潮里 中国央行可谓是最耀眼的那个弄潮儿 仅在今年12月份 中国央行就新增了22吨的黄金储备 这也是中国央行连续第17个月大量吃尽黄金 此举使得我们的央行一跃而成为当今全球黄金市场上最大的买家 据不完全估算 我国央行目前大约存有2257吨黄金储备 虽然2257吨这个数字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已经很多了 但是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比还是不够多 据世界黄金协会估计 截至2023年第四季度 按各国黄金储备的数量多少 由高到低一次排名排在我们前面的 仍然有美国 德国 意大利 法国和俄罗斯 我们国家的黄金储备暂居世界第六 稍微努努力 应该有望在未来几年内跻身前三 但是要碾上德国的步伐 这就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了 至于高居第一的美国 这在短时间内就更别指望 美国毕竟也当了那么多年的世界第一了 超级大国的底子还是在的 这头骆驼还没到饿死的时候 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客观差距是存在的 这点还是应该承认的 不过中美之间的黄金储备差距仍然很大 不恰恰说明了我们减持美在 增够黄金的必要性吗 都说这盛世古董乱世金呢 如今这世道虽然还没到天下大乱的份上 但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多囤点黄金 少攒点美钞 怎么看也不算是件坏事 毕竟现在的美元美债也不比当年了 兜里穿那么多 芯片咱也买不了 光刻机咱也买不到 料着也是料着 与其坐等美联储日后再开动印钞机 稀释我们手上美元的购买力 还不如趁着行情还好的时候 多兑点黄金 三 现在的美债那就是指只有人民币和黄金 才能站得稳敲得响 一件事情做的究竟合不合理 有时候其实也是得看比较对象 同样是过去几十年来 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美债债主 和我们相比 日本现在的黄金储备就不太够看 截至去年第四季度 日本的黄金储备约为845吨 我们是美国的大约三分之一 而日本则是我们的大约三分之一 现在的国际投资形势都是什么德性 我们能看得明白 我就不信日本人看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都大量减持美债 吃尽黄金 日本那边却还是一个劲的 往美国国债里砸钱呢 难道是因为美债 在如今的大环境下 比黄金还吃香吗 当然不是 这说到底就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 日本身为美国半殖民地的本色 在这种时候就尽险无疑了 年仅好的时候 日本还能装一下美国经济的蓄水池 现在年仅不好了 日本就只能充当美国经济 予取予求的血包了 你想忤逆爸爸的意思 跟中国一样 卖美债买黄金不存在 反了你 正当我们美国镇守在你们日本的那几万 驻日美军和飞机大炮 是来和你们搞青山的 受此影响 再加上其他一些负面因素 日元汇率在过去一段时间持续走低 现在那已经快跌到连老了都不认识了 我最近在上网的时候 刷到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搞笑段子 其中有一个是这么说的 问中国那么多媒体畅衰日本 日本真的进入衰退期了吗 答衰不衰退我不知道 但是在日本的留学生一个月可以赚20万日元 这可是整整16000元人民币啊 有了这个14000元人民币 每个月拿到手的这12000万人民币 都不知道怎么花了 打开工资卡一看 价值9367人民币 然后还有吃瓜群众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又给这个段子补充了一句 这日元的半税期 怕不是都已经超过福岛的核污水了 潜伏里头有一场戏 余泽成和吴静忠两人就法币金元券 美钞和黄金的购买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我想把这场戏的台词拎出来改一改 作为本期内容的结尾 如果让岸田文雄来饰演余泽成 让耶伦来饰演吴静忠 那么他们之间的对话展开就应该是这样的 财长 我是这么想的 这搞死川普的报告书不还没递上去了吗 咱们这儿先暂时扣押一段时间 共和党马嘎派那边说了 他们愿意赎人 赎怎么赎啊 马嘎派的黑利跟我说了 说川普家里有一辆车 问借牌的M9 什么车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 就是布林肯做的那种啊 新的 刚刚从墨西哥运过来的 您要是能抬一抬手 川家愿意以车相送 我对车没兴趣 他信川的没事 我该进大牢了 也是 我也想到了 这问借M9是太招摇了 我就跟黑利说 您不喜欢车 哎呀 车谁不喜欢呢 可是川普得罪了华盛顿的建制派 还和民主党结下的深仇大怨 国会是不会侵判他的 罪行他们自己太清楚了 所以马嘎派想花血本来保这个川普 而且我和他说您不喜欢车以后 他就提出来说那人民币也可以和车价相等的人民币 他们能忍不少啊 有那么多人民币啊 这个川普啊 在反华的时候立过功 反华立的什么功啊 16到20年搞了对华制裁和贸易战 害得自己的身家都缩水了 最后没能成功连任 这才被民主党群起而公知的 哦 财长 您说现在这日元和美元还是钱吗 那就是和法币还有金元券一样的纸啊 只有人民币和金条 那才能站得稳敲得响 你想想 一辆问借M9的人民币 你等等 容我想想 这信川的反华时立过功 可以考虑放他一马 反华英雄嘛 也不能都赶尽杀绝 是不是啊 那我就去办了 既然你都想清楚了 那就这么办吧 耶伦一边哼起小曲 先到白宫 为皇上 后到白宫 一边拨通了给家里人的电话 哎 你马上问问你弟弟一辆新的 问借牌M9新能源车值多少钱呢 哎呀 你连这个都不懂 就是布林肯做的那种啊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